半導體製程從10奈米、5奈米到2奈米研發 不過就怕摩爾定律走到盡頭 業界是積極投入一紙整合技術 今年一紙整合它有兩個主要的大技術 第一個區塊是特別給高階的封裝來用 比如說它會含我們現在最常聽到的散出型封裝 在日月光叫做Focus 另外一個技術是2.5D的封裝 這兩個再加上我們現在已經很厲害的附近封裝 它成為我們手上的鑽石陣容的鑽石三角 所謂的一紙整合也就是將多個一紙運算晶片 整合到單一的晶片 讓系統單晶片的體積更小 功能更加強大 而隨著5G與AI世代的到來 晶片的一紙整合成了今年半導體產業的新顯學 而系統級封裝SIP 也將成為延續摩爾定律的重要技術之一 不過在全球半導體產業激烈的競爭下 人才的培育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的人才是很多面向的 它從各個主要的理工科系 比如說材料 機械 電機 那甚至做工業工程管理 那尤其現在最夯的 我們如果再做智慧製造 它在資訊工程上也都特別需要 我們也跟全國的學校都有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從學校的學生 他在念碩士 博士的時候 那甚至大學 我們就有案子跟他一起再合作 尤其在美中貿易戰下 中國大陸極力發展DRAM產業 頻頻挖角台灣半導體的高階人才 台灣在這方面 該如何留住人才與培育年輕下一代 也就更顯重要 新唐榮亞太電視 王冠林兆田 與台灣台北採訪報導